探寻历史话题,解析历史人物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始终有你。 李小龙他是公认的工作之王,从目前公开的材料来看,李小龙进行了非常气统武术训练,是世界武道变革先驱者,武术技技家,武术哲学师,截拳道创始人等。 寸拳是李小龙的成名绝技之一,一拳能打出400分力量,能打出如此变态的力量,与他发达的肌肉密不可分。 从小臂、二头、三头到背阔肌,每打出一拳,每一块肌肉都要起到爆发的作用,同时李小龙一秒能打出九拳,李小龙的体脂仅3%,这比顶尖运动员还要低。 据科研人员的最新研究,发现李小龙威力强大的寸拳,更依靠其敏锐的脑部神经。 通过脑部扫描发现,武术高手和初学者之间,神经系统结构有着细微的变化,这种变化使得寸拳成为了可能。 肌肉爆炸力使得李小龙在一秒钟内可以踢六次回,以及招牌动作垫步侧踢,据说能把一个身穿护甲的200帮壮汉踢出去20米, 陆入游泳池中,关于做扶握称的数量,李小龙就是一个bug存在。 他双手能连续做大于1500个左右扶握称,单手可连续做400个,单手二指约200个,单手大拇指可做100个。 李小龙拥有健身爱好者梦寐以求的蝙蝠背,而且到了完美的程度。 李小龙身高一般,但是肌肉线条很明显,肌肉完美程度至今罕见。 李小龙采用了极端的方法练功,这点丁佩也表示认可,袁华也曾说过。 有时李小龙用电流,他很疯狂地主动编辑自己,他是在和电搏斗。 最后我们来看一张照片,他背后的肌肉是不是像一棵圣诞树? 只有背部肌肉厚度足够,肌群分离度较佳,才能形成圣诞树。 具体来说需要发达的中下背肌肉,极低的体脂率,较好的先天肌肉轮廓。 看到这里,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蒙圈了呢?